如果可以教訓蔡英文 可以教訓民進黨 而且把52台還給中天 然後關掉NCC 但條件是趙少康當選總統 你覺得這樣OK的打1 2是說你還是希望下次在野黨 推出來的總統候選人是韓國瑜 不管他有沒有當選 我還是希望他推出韓國瑜的打2 如果我告訴各位在這裡鄭重宣誓 如果將來我如果競選總統 但是如果 如果我當選 我會把中天 要華盛退出52台 52台還給中天 我想大家耳朵也很尖 叮噹 趙少康說如果他當選總統 會把52台還給中天 他受訪說大罵民進黨 控制媒體控制政府 蠻恨到把中天新聞給關掉 趙說完突然高喊 如果我競選當選總統 我把華盛退出52台還給中天 所以呢 哈哈哈 老大要來跟你們互動一下了 聽好哦 聽好這個問題再回答 咀嚼一下問題 因為這老大這問題已經 先把他打出來了 先把他打出來了 是優質的頻道 沒有 打在螢幕上 哈哈哈 打在那個電腦螢幕上 然後 是啦 哈哈哈 優質的頻道 如果 可以教訓蔡英文 可以教訓民進黨 而且把52台還給中天 然後關掉NCC 但條件是 趙少康當選總統 你覺得這樣OK的打1 2是說你還是希望下次在野黨 推出來的總統候選人是韓國瑜 不管他有沒有當選 我還是希望他推出韓國瑜 的打2 我是在看老小弟小妹有沒有 有沒有思想有沒有那個 進化一點 哈哈哈 我跟你講打1的不要 不要在那邊飛機杯 誰在那邊飛機杯啊 因為我有收飛機杯嗎 哈哈哈 哈哈哈 哦 1212是什麼鬼 對 1212可能就是 無法決定對不對 1212就是你們小弟小妹 當機的對不對 是不是 有人真心說他是想選2啦 啊有人說 1212 跟你講 我的題目就是有設計過的啦 老大 老大 老大賊頭賊腦 我有設計過 我是要考驗你們的那個 你們有沒有進化成那個 友向韓國瑜2.0 你們覺得老大會選哪一個 哈哈哈 老大會打1 我不是說什麼韓國瑜什麼什麼的 我還是那句話 要贏了再說啦 所以我才沒討厭你們的那個抉擇 重點是要贏啦 不是你喜歡誰是要贏 先上去之後再來巧 再來整頓 不要來到老大這邊聽一聽 然後聽完老大說我還是支持韓國瑜 不管我就知道韓國瑜上去 我當然知道你們心裡會這樣想 可是選舉是有戰略的 他會丟出這個東西 也不是隨口講一講的啦 我相信這個他們三個臭皮匠 都有想過了 很多議題拋出來 都只是故意要聲東擊西的 我覺得他們的智慧應該都有到這邊 好不好